发生意外的这三名外籍生分别是两男一女 在事发当下,女生生是自行游回岸上 而一名22岁的印尼籍学生被消防的游艇救上岸之后 是直接送往医院急救 而目前还有一名印尼籍学生是下落不明的 这一群外籍学生一共有7个人 他们相约在廉价的最后一天要从华莲搭车前往宜兰溪水 当时有三名学生下水游泳 由于天候不佳,海浪翻打,把人带往海外 而随后就发生了这一起意外 海巡已经出动了空勤直升机加快搜救 刺激志工在得知消息之后也前往现场关怀陪伴 整体的意外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历清 再来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